你好 大家好 我叫秦俊英 今年53岁 不仅是他的伙伙人 同时也是他的女朋友 您53岁 刚才小宋介绍是 我38岁 我38岁 15岁的差距呢 最早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15年培训学校 经过学习认识的 您也做这个中医按摩的培训吗 对对 这个小宋说说呀 当时怎么表白的 怎么就喜欢上这个 比你大15岁的大姐姐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感觉他是一个 特别的乐观的人 对他腿脚不方便 他经常帮助别人 他帮别人盛饭 他也帮别人打扫一下卫生 对我的印象就特别的深刻 后来我鼓足勇气 给他表白了 开始给他表白以后 他并没有接受我 就把他给吓跑了 为什么拒绝了 现在男朋友 因为我那个 那时候吧 年龄差距太大 不仅是年龄差距 我四岁时候发高烧 大老小儿麻痹 也实在不想连累他 我还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也是个单亲妈妈 自己带着孩子 对 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都是您一个人带啊 是的 那这孩子吃啊喝啊 谁照顾呢 都是我自己一边 自己没办法 就是自己后来学裁剪 裁剪我租人家十台机器 后来发展到 我自己有钱了就买机器 我发展到三十台机器 就开服装厂 挣钱 哦 还开场啊 对啊 股价养孩子 那所以一边开场赚钱 一边照顾两个孩子 对 都是您一个人 对对 腿脚还不方便 这怎么熬过来的呀 我都是晚上 他们都加班 加到十点多 他们下班 我都开始打扫卫生 帮他们修机器 我每天早到五点钟就起床 起床了就是 给他们把那个 第二天的活 都给他们准备好 我就开始为孩子吃饭 开始那个收拾家里边 你去上班了 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服装厂离我那个不远 我后来做的 服装厂离我不远 就把孩子都带到厂子里边 现在两个孩子大了吗 现在那个姑娘考上大学了 姑娘考上大学 女儿还挺争气 对 不容易啊 所以这么艰辛的过往 遇到了比你年轻 十五岁的小宋 反而让他心中 对您充满了敬意和爱 就大胆地表白了 然后把你吓跑了 后来怎么就又 走在一起了呢 一直我也见不到他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那个我有一次生病了 一直发烧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然后他就主动地回来了 陪着我呀 一起去看医生啊 当时是那个甲状腺 然后那个淋巴结就已经很大了 然后那个在医生的建议下 医生说你这个必须得做个小手术 然后进一步地检查 开始什么情况 我当时突然就觉得 自己的这个世界就崩溃了 然后他在我身边就一直地鼓励我 让我不要害怕 然后他又一直陪我找各种老师啊 去各种医院啊 然后他自己还掏钱 给我买药品 给我买补品 在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吧 我这个病情就有了一点好转 到现在还没有复发 所以也奠定了你们的感情基础 对对 我觉得特别感动 所以我就想 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 经历了他这次生命 我也想了很多 他也需要人照顾 我也不再纠结了 所以秦女士是我们宋先生的双眼 帮你看这个世界 那其实宋先生也是为秦女士 撑起了一片天 给他一个温暖的港湾 六年了 是吧 也应该往下一步走了呀 不能一直恋爱着吧 小宋 所以呢 我今天就特意 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那咱看看小宋 送什么样大礼给你啊 来 一起期待一下 感谢你这六年来 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你让我有了家的温暖 虽然我没有给你太多 但是我希望我能做你的双腿 我能够陪你到地老天荒 以后余生 富贵是你 平淡是你 我来养你 谢谢 嫁给我 好吗 谢谢 希望你们能够相亲相爱 携手到白头 到永远 谢谢 那接下来我知道小宋也是带着幸福心愿来到现场的 对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小宋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我想招纳更多的残疾人能够加入我的养生馆 谢谢 请回来 来看看我们幸福观察团的老板们会怎样帮到你 我觉得秦女士抱着鲜花的样子真的很美 我觉得你是一个被幸福和爱包围的女生 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 我想先代表我们英朗文化送一个一千块钱的红包 然后希望两位开开心心 甜甜蜜蜜 谢谢 那如果未来你要你扩大你的这个产业链到北京的话 那我也希望能够 因为我刚刚真的亲身体验非常好 在预定一张处置卡 对 然后我希望有机会 如果我去邯郸的话会找您 如果你来北京的话 我也一定会作为你的忠实的客户 您的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好 好 谢谢 谢谢 发自内心的对你们给予祝福 先生的心愿呢 想把自己的经验啊 包括自己的工作呀 去传递给更多的残疾人 让更多的残疾人学习一技之长 也成为一个社会劳动的和价值的创造者 我们长孙康大医院呢 对你的心愿呢 也愿意给予助力一千元 祝福你们越来越好